介绍啊 OK 同学基本上啊 你们都是朋友辗转介绍来的啦 多数有些同学可能会上网去查知道师傅的背景 可靠不可靠 那么多是辗转介绍来的话 我这边有问题 通常你们就找你朋友算账就对了的了 秀屏也不要把视频关掉 我们这个是互动课来的啊 你要把视频改着啊 除非你临时有试要走掉才关视频 明白吗 秀屏要把视频改着啊 这是互动课来的啊 不要关视频 然后呢 就是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待会啊 师傅会把我的Facebook 还有呢 请点like 还有2D金色的Facebook也like 还有我们的2D的YouTube也请点like 因为啊 我们每堂课完了之后是 会会会把recording啊 post 上去那个那个 YouTube那边的 过来会在那个group里面share的 然后呢 同学啊 因为啊 我们这里有讲完你上完了课程会退废的 所以就这个缘故呢 我们呢 会有点名啦 那么你不怕的 如果你外出啊 有别的事情 没问题 你就 你就在group里面 写 请假 这样子啊 提早请假 或者是当天请假 都行的啊 那么呢 过后就补课了 就简单写几个字 证明啊 你有学到 就算是正式出席了的 好 这样子 第二呢 就是呢 同学 如果你们过半啊 请假诗 一般上我们也停课 这样子啊 所以呢 有时是公共的假期啊 也停课 然后呢 师傅啊 也会啊 临时可能有试 也会停课 大概是这样啊 好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同学啊 我们静坐课大概有 八堂或者九堂会结束 那么呢 最后一堂啊 是开卷了 开着书 来做练习题来的啦 来做练习了 大体上这个经测论门呢 有点像是去考那个驾车驾照这样 所以呢 我们啊 第一堂 第二堂会带你上路 会带你上路 然后过后啊 你一定要有理论 然后过后呢 你有上路跟理论合起来 对不对 过后结束 你就靠你自己 去常修了的了 在家自己练习 可以安全了的了 因为该懂的你 全部你都懂了 这样子 所以给大家知道 情况是这样的 然后接着下来还有件事情就是 同学啊 我们啊 哎 怎么跑掉了呢 有些东西 都还没有讲完呢 好 同学 接着下来就是 我们啊 除了这个 每个拜三 连续啊 大革命意外连续八堂课结束 过后我们 拜五会有个功修的 拜五的功修 因为我们事先没有讲 所以是不compulsory 它是 能量运动 基本上我们发现了 一下你学安博念 一下学参修 静下来不容易 但是做了个能量运动 再静坐 效果非常的好 我想大概知道一下 拜五 拜五的 这个就是 的课也是8点半 也是在zoom 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 你都没问题 可以全部给它上完 把七套能量运动学完 第二 偶尔偶尔可以参加 第三 完全不能参加 所以可以完全参加的 举手一下 把你的手拿起来就可以了 所以 可以每个拜五都参加能量运动的 这边 没有一个 好 所以偶尔可以的 举手一下 偶尔 慧弦偶尔 正强偶尔 好 两个人偶尔 OK 文峰偶尔 OK 三个偶尔 好 赛云也是偶尔 修平也是偶尔 OK 尾松也是偶尔 好 可以把手放下来 OK 谁是完全拜五不能够出席的 可以把手拿起来吗 拜五完全不能的 完全不能 OK 陈阳 为什么你没有举手的 完全又不能 偶尔又不能 没有也不能 那到底是什么什么意思 陈阳 不好意思 刚才 有 电话进来 没有听清楚 对不对 OK 好 现在这样清楚吗 郑强你 拜五 陈阳现在就回答 你是可以 每个拜五都参与 还是偶尔参与 还是完全不能够参与 拜五的能量运动跟功修 拜五的 陈阳你 拜五 拜五应该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就是能了 好 还有谁没有举手的 就是刚刚 申凯呢 开麦 开麦 可以 可以参加 知道刚刚又没有举手 刚刚又举手吗 没有 刚刚又没有举手 你要举 你要举 因为要进座 确保你会 你一定要举手的 你不举手 我一个个来问 就浪费时间了 所以你呢 我讲全部的你就举 给我知道你的状况如何 你知道吗 如果拜五的可是你们 配合他 而拜五的能量运动是配合这个科目的 来我再问一次 全部给主席的 举手举起来 全部 拜五没问题的 陈阳一位 升凯两位 还有谁 两位 老师星期五是几点的 8点半晚上 8点半晚上到10点半 大概到10点 大概到10点 10点这样就结束 到10点 所以是 接下来的这个星期五 这个还没 开始 这个拜五没 下个拜五才开始 到星期五才开始 对对对 然后 然后 连续 7个星期五 没错 等一下 OK 来可以的 请你zoom举手一下 陈阳 请你把手 就zoom举起来 还有就是 每个拜五能够来的 伸开 把手举起来伸开 刚才你讲能够 OK 不是不是 zoom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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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举到手伸开 OK 好 不是拿手起来 zoom举手 zoom举手 按zoom来举手 伸开 按下面有个zoom的举手 OK 这三位 好 给谁 偶尔可以参与的 请你zoom举手一下 偶尔可以参与的 慧弦 诗语 OK 文风 给郑强 请你zoom举手 OK 偶尔可以 好 全部偶尔了 好可以了 全部可以把手放下 所以我们这里的同学 要么就全程参与 要么就偶尔参与 OK的 那我们就 开始 接着下来 给同学知道一下 同学 我们的讲义 总共有三份 第一份是 方法篇 OK 看到吗 同学 第二份是 进座入门 这一份来的 接到给同学 第三份 是 三规五戒来的 这个没有 没有没有达到 是这一份来的 同学看一下 进座入门 第三份 是三规五戒来的 这一份 三规五戒 这一份来的 三规五戒 OK 好 三份都有收到吗 举手 OK 都收到 全部都收到 OK 好 全部都收到了 没问题 同学你把它列印 可能需要你手抄东西的 这样子 那么你没有收到 你再去检查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要开始 上课了 来同学看一下 好 这个进座入门 基本上 先介绍他的大纲 给大家知道一下 好 来同学看一下 这一份就是大纲来的 同学看一看 在进座入门里面 首先就是我们会有 前缘 接着下来 会有 等等的内容 我们请同学读一读 这样子 好来 有请就是 诗语读一读 前缘 开始 下面把它念完它 来有请 开脉读一读 你不熟悉没问题 看这荧幕来读也可以 来有请 诗语 学习心态 清净善知识 不是不是不是 你看那荧幕 地面 木刺来的 啊 ok 不一样对不对 好没关系 来 念 念看到荧幕的来有请 前缘 学习心态 作禅的功能 科学家所见作禅的功效 身心安全的保障 身心的调和及解放 常受愉快 聚远 慈戒清净 三种行人慈戒不同 二种见人 忏悔方法 众罪灭向 好可以停一停 来接下来请正强读一读有请 ok 二 一时剧主 正强开脉 请读 一时 等一下 ok 一时剧主 一法 四法 三 第三者 神区 神区 敬处 四 第四诗 西诸 原物 五 第五 敬善之事 可以继续开 去世 一开 去称 自开 去睡 明开 去调 悔开 去移开 正修 一座 中修 修齿 修观 立缘 对 进缘 散发 外散 根 发向 内散 根 发向 习到 散 根 发向 分别 增为 绝 绝 磨 治病 正果 参考 好 来同学看一下 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 今天会前缘 那么会给同学看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让你知道建立一个就是禅修的目的 然后过后接着下来 我们在下面的课的时候 这九堂课里面是会提到巨原 所以我们会提到三规五戒 因为慈戒会跟对你 这个禅修有重要的帮助的 然后因为这边都是重老年人居多 因此是你很有可能 你已经过往 有犯到一些过失 所以忏悔方法 重罪灭相是重要的 然后接着下来 就是衣食 就是跟你置业有关 所以我们会谈 什么置业 对禅修很大帮助 过后第三是得 和闲居近处 同学闲居近处就是这个环境来的 第五系组原物就是 当你过后参加密集禅修 你必须要把外缘停下 同学 我们这边是教导你参修方法之后 也预计你开始自己练习 日后有禅三、禅妾 你可以去参加 因为你有那个基础认识 然后拜五 拜五的课 会教你如何小禅 如何报告 因为禅修完 参加禅修课 你每天要跟老师报告你进展的 我们会拜五的时候 教你报告 所以你无论如何 至少参加一次 拜五的 至少参加一次 我知道如何报告 然后看别人如何报告 这样的话 对你日后就有很大的进展的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四就是细诸原物 当你参加密集禅修 很多原物要停下来 第五是敬善知识 是指老实 那么同学在第四的前面 全部是外在的 第四的科与乞丐 全部是内在 这一个呢 我们会告诉你 你会有哪些内心的障碍 会否现 什么会影响你内心的障碍 通通会告诉你了 然后过后完了之后是 这个才是最难的 然后呢 这个完毕之后 就到正修 同学啊 正修我们第一堂课就教大家 如何修了 那么呢 大概 整个 同学你来报名这个课程 叫做露出习惯 就关呼吸 总共大概 有六个step 那我们直接会教完你 不过我们今天只教你 第1个step跟第2个step 过就开始 谈理论 过到了后面的5个step 一次过都能教你 那你毕业的时候 你是眼高手 第一 但是没有问题 你已经知道有一个 修行的地图 帮你画出来 以后你可以慢慢的 去修行 去实践它了 好 过完了同学 再看一下就有三法 这个三法就是 你修得好的话 你身心会有变化的 好 然后呢第4呢就是 分别真为 你参修如果修得好 有很多身心变化 真为如何分辨 会稍微提到 第7就是 绝魔了 同学绝魔是什么 绝魔就是走火入魔 以前的人很怕 学经坐走火入魔 现在的人 别不怕了 因为 经坐的 任职越来越普遍 那我们告诉你 怎么样才会 走火 入魔 不过告诉你们 其实 走火入魔 是蛮困难的 因为多数人 都懒得打坐 所以要走火入魔的机会 也不大 只有很勤劳的人 才有走火入魔的机会 所以多数你是 没有机会走火入魔 像郑相都讲 上完之后 我都丢在一边 都没有 这样的话 哪里有机会走火入魔 所以不用担心 不过到那边 告诉你 什么情况 是走火入魔 还有一些 对峙的方法 会简单 教一教 第八是治兵 禅修可以治兵 会简单告诉大家方法 第九是正果 正果意思就是说 你到最后希望可以正到什么样的阶段 第七是参考 同学看一下 这个参考主要是告诉你 就是 你学这个经坐的课 主要 他的来历 来自于哪里 当机了 主要是只给你知道你的 你学习的内容 资料来自哪里 那么日后你跟别人 讨论的时候 你就可以有的讲 你的东西是来自哪里 是有跟有去的 让我们看一下 是有跟有去的 所以呢 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九堂课 所有的内容来的 所有的内容来的 好来同学 现在就开始 先给 大家 看一个短片 OK好 June Meadows 好 OK OK E&D有看得到 看得清楚跟听得清楚吗 I fly business 嗯 看得听得清楚听得清楚吗 可以好 好同学请好好欣赏这个影片 As many of the traits of what's known as a type a personality Absolute workaholic a problem fixer Somebody who believed that there was always a way of doing things a real sort of can-do attitude 也許也會有少許不悅 人類的台北是恐慌,不悅,不悅,不悅 有不悅,不悅,不悅 他們也不接受 他們也更接受的飾 一位最好的地方要讀他們 是在阿菲的 Serengeti 恐怖有多么的,那些人 只能防止 几十二十年, 这是被虐待的 为了最后的十五年, 拗户中有殊人的暗暗 可能是不过疯狂的, 使玩龙丝 同時吃費 horror經歷 idag you go look at baboon out in the serengeti they've got 9 hours free time everyday to devote to just generating miserable psychological stress for each other they're just like us in westernized lifestyles by measuring the levels of hormones in male baboon opulski there's shear that stress related illnesses such as heart disease are dependent on personality so what counts as a disaster of a baboon when it comes to stress management i had this guy a few years ago his name was nick he was the epitome of what type a is about his worst rival shows up on the field and takes a nap 100 yards away this is an outrage unsurprisingly nick the baboon had incredibly high stress levels as a result he suffered from high blood pressure a depressed immune system had dangerously high cholesterol levels and died young in contrast i had this other guy named joshua who was one of my all-time favorites and this guy just was this zen baboon what he mostly spent his time doing as far as i could tell was walking away from fights that your average male baboon would wind up in the middle of and instead grooming with females and playing with kids joshua had the lowest levels of stress hormones in the group his health was good he bore more children and he outlived his rivals by years personality has a lot to do with how stress affects you but if you're a type a personality like jude does that mean you're stuck with it forever absolutely not lots of studies showing with a lot of work you can change type a profiles and you change the physiology as well but it doesn't come easy in fact it requires a discipline that has long been known in the east jude is dealing with her stress twice a day she takes 20 minutes out to meditate using a method called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she repeats a word in her head and tries to free her mind of thought sometimes you're completely free of thoughts other times you will get thoughts that will come through your head you just let the thoughts come and go the stillness and the peace actually comes again so by the end of your 20 minutes you just feel good you feel refreshed within six months of meditating jude saw a big difference in her blood pressure for the first time in ages it was um it was normal i mean you know well normal probably more normal than that step of being so what is it about meditation that allows jude to control her stress response dr herbert benson has spent 30 years traveling the globe studying the world's most accomplished meditators using modern technology benson is trying to understand how meditation appears to reverse the body's natural stress response what we are finding is that for centuries upon centuries people had discovered that there's something they could do to counteract the harmful effects of stress it's the body's innate ability to lower blood pressure reduce heart rate and slow breathing we are fortunate that we have within us a response opposite to the fight-or-flight response that is the relaxation response and there are scores of techniques but in all of them two steps are needed the first is a repetition a word a sound a movement the second is freeing your mind of thought by concentrating on that repetition and everyone can do it the relaxation response can be triggered by all kinds of activity from the repetition of a prayer to the primal beat of dancing even the rhythm of exercise can reverse the harmful effects of stress so how does it work at an mri facility in boston herbert benson's colleague sarah lazar is looking inside the brain for an answer her subject is a tai chi master ramel ronez he has over 20 years of meditation experience ramel has been fitted with equipment to monitor his body temperature and breathing let me clean it up we're going to do the meditation scan now so you're going to lie there quietly for a few minutes and then you're going to begin the meditation as ramel begins his meditation the mri scanner takes a series of snapshots inside his brain over the next 10 minutes ramel will try to empty his mind of thought what i was trying to do is focus on my breath slowly because the breath is nothingness is empty is a vacuum and by doing that you try to empty your mind from any worries and thoughts and hopefully reach a deep level of relaxation as ramel meditates his breathing slows to four breaths a minute and his body temperature drops inside his brain activity also slows down but incredibly the mri scan reveals that certain areas have become more active the red spots show activity as well as controlling our heart and breathing rate these are the parts of the brain that control alertness decision making and emotion it suggests that in a state of meditation the mind is not only more alert but that we are able to control our emotional response to stressful situations if such simple steps a repetition and a disregard of everyday thoughts could bring about such profound physiologic changes what would happen in more advanced people who practice meditation in 1981 during a research trip to india benson witnessed one of the most astonishing feats of mind over body it's called tumo yoga in the freezing temperatures of the tibetan mountains buddhist monks have learned to use their minds to increase their body temperature within five minutes of wrapping themselves in icy wet sheets they can raise their temperature so much that the sheets start to steam you and i would go into uncontrollable shivering if we wrapped ourselves in a wet sheet in 40 degree weather these people were able to do just the opposite through this mind-body advanced meditative technique of tumo yoga in less than an hour the sheets are bone dry it shows the profundity of what people can do through this type of mind-body advanced meditative technique jude meadows is part of a growing band of people using these ancient techniques to deal with the demands of the modern world for three years she has been meditating daily to promote the relaxation response and reduce her stress levels learning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it's made a huge difference to me on a health basis i feel different and um i've seen a difference in the the way in which i work you have that much more focus and clarity you could achieve the same results but with less effort i stopped working weekends and evenings and it started to get a bit of a life so for me it's the b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a world where stress can pursue us like a predator managing its harmful effects is critical to safe guarding our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好同学我们掌声鼓励 好我们先让同学复述一下大家大概看到什么样的内容了好好来文风 请简单讲一讲你看到什么东西啊刚刚的影片稍微简单复述一下文风有请 没想到过啊 呃里面看了一个大概就是讲说这个残修能够 好这样子这样子哦我们一看影片的时候呢就有个女女众嘛 吼她的压力很大好好那么呢她压力很大接着下来啊就谈什么动物了啊 啊她那个猩猩肺肺嗯有什么特色然后 她讲说他们就是所谓A型是非常躁动的啦简单说 在其后呢就是讲说啊有另外一次她是处于比较安静的 所以他的寿命比较长 他的血压也没有这么高 大概就是这样子 是的 然后他在这个时候 他说既然他A型性格这样 到底可不可以改变 他说是可以的 他就转换到另外一个题目这样 申凯 他转换到另外一个题目 是是谁啊 谈到谁啊 记不记得申凯 谈到 他说一个打太极的人对不对 是不是 对对对 一个打太极的 有什么内容呢 他就 讲说他 能够靠这些 来 减轻他的压力 然后还有他身体上的运作之类的 对对对没错 所以呢 就是这样 那么呢 他是可以办得到的 然后呢 接着下来 我们再转 他就在转下去 他说 哦 原来啊 这个东西啊 有个叫Harvard Benson 有进行研究的 跟西藏有关的 好 赛云 什么样的内容有关的呢 突然扯到西藏高山那边去 赛云 请开麦 就是在那些师父呢 那些僧人 他们就利用他们那种静坐的方式来使到他们的虽然是在天寒地冻的天气中 但是能够通过他们那种静坐的方式提高他们身体的体温 嗯 对非常好 好 要借力赛好 好 过后呢 一谈到完这个西藏过后对不对 好 他就转过来 其实那个Romeo那边 他有提到说 静坐是有两个特色 是很多人可以办得到的 会写是那两个特色 就是要专注 还有第二呢 单一专注 放松 靠呼吸或者重复简单的动作 一个简单的方法 或者是什么咒语之类就完了 哎 掌声鼓励 大家很好 哎 这边没有打瞌睡 所以呢 我们上课这样子 你就可以很专心了的了 好 来 同学呢 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过后他说 June那边 就开始谈回June那边 好 舒凡 怎么样 到最后June那边进行结尾 他的生活如何改变 讲一听听看 他靠那个静坐 然后降低了他的身体的血压 得到平静 然后恢复了他的健康这样子 同学 这么好的话 想不想学习打坐 想吗 想着打个大拇指 想啊 好 那我们马上开始了 来 那我们呢 就开始告诉大家 静坐的方法 同学是这样的 我们呢 同学 现在是 我们会来到这一份 就是这一份 同学看一下 那么呢 我们会来到 就是这个静坐入门的 这一份 会来到这一份方法片 那我们给同学看一下 嗯 好同学看一看 这一份呢 就是方法篇 我们开始讲这个方法 那么呢 同学 我们今天还不会说 每一个字都是读 直接是教同学方法 那么呢 同学这个方法篇 今天会教大家 不过呢 就是呢 到第二堂歌的时候 方法篇会重讲 那么呢 重讲方法篇 以便同学啊 可以啊 就是 就是啊 就是啊 掌握得更仔细 这样子 好 我们就开始 那么呢 在还没有这个方法篇之前啊 先有一些重要的内容 要给大家知道一下 来同学看一下 那就是 Forget Active Situation And Teach 这四个重要的 首先第一 Forget呢 是指就是 同学啊 你把你过去学过的东西 先暂时忘记 原因是因为啊 我们讲空被子理论 因为啊 现在网络时代 你可能学了好多好多好多方法哦 可能比我超越 但如果是现在啊 要学这个方法的话 你要暂时把它忘掉 把被子空下来 这样的话才可以装东西进去 所以第一 记得先forget 好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就是Active 所以同学在课堂里面啊 尽量进行互动哦 所以我们要你开视频啊 你有问题尽量发问啊 师傅也会尽量啊 叫大家举手 因为啊 如果你把视频关掉啊 大体上你不如看YouTube还好 我的YouTube整两千个那么多 进座入门已经四十四期 你不如看YouTube还好 不过我们发现啊 看YouTube啊 你听听电话啊 等下跑去吃东西啊 等下上个洗手间啊 你不这种人啊 但是这样子 硬硬开着 随时会叫你回答问题 随时叫你阅读 你不能够不转移 可以了解吗 所以呢 尤其是现在啊 上这种Zoom课啊 我有试过 全不管完了吗 老师也不是在对谁讲啊 我不做这种事情啊 我要对学生讲话 所以一定要开视频啊 除非你有特别的原因 这样 所以也要你保持active 这样的话啊 Zoom的好处才可以获得到的 然后第三是什么呢 就是situation啊 同学你在上课之前 确保啊 你在一个很好的状态啊 比方说 同学 你必须要稍微休息一下 要睡够 直到有上课啊 运营士同学 如果你没有啊 你很累啊 你好像是一个被子 有裂痕这样 装不到水 因为它会裂缝啊 会把它漏掉 左边厅 右边处 你会很难集中 所以你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 还有过后同学啊 你要确保你本身是 就是 就像被子里面没有读书 那么一样是不抱有成见 因为如果你抱有成见的话 变得我们很 我们什么东西放到你的杯啊 它都会污染掉 所以同学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必须保持一个就是空被子心态 还有你里面要把毒素 被子有毒素 要把它去除掉这样子 到最后呢 是什么呢 就是teach 是呢 同学 我们每堂课大概会10点这样就结束 然后呢 会分组 让你复述 重讲 你今天学到什么东西 这样子 所以呢 当你知道啊 惨了 你是要重讲 所以你的讲要画好重点 然后呢 因为你要teach 所以你要更加的专心 明白吗 这个是重要的 重要的规则 那么全部八堂课 九堂课 都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 好 同学我们现在啊 在教学目标的部分 来同学看一下 我们已经了解了整个学习的架构 还有了解了学习心态 还有了解了坐禅的功能 同学 现在啊 我们就开始进行学习方法了 好 来同学呢 首先我们先看一看方法 在静坐的时候啊 同学我们看一下你这个讲义 好 同学在这个方法边里面啊 我们首先第一 先修指 就是调身 那么我们先做的是头部运动啊 好 同学啊 这个头部运动的目的就是啊 减少血液去到大脑 这个是第一 那么呢 打住啊 你的妄想会减少 第二呢 就是开你喉咙 喉咙的chakra 听过chakra的举手一下 听过chakra的 有没有 陈阳 一位罢了啊 尾松啊 两位听过啊 好 同学啊 什么是chakra 这个呢 就是chakra 看一看同学 chakra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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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chakra 同学 啊 我们讲的chakra 啊 身体是总共有七个啦 我们在能量运动啊 拜五的能量运动会很仔细介绍好 chakra 喉咙就在这里了 所以啊 这做这个运动啊 就是要可以啊 让这个进行活跃这样 好 来 我们开始 就先做这个 呃 就是头部运动啊 那我们先看一看啊 头部运动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先向下低 好 同学 两手碰在膝盖上面 身体稍微坐着放松 好 准备同学 头往下低 身体不动 同学 你感觉有按摩到啊 有有有有按到啊 你的颈部背部就正确 1 2 3 4 5 接下来头往后仰 身体不动 1 2 3 4 5 第二边 同学 头往下低 身体不动 1 2 3 4 5 接着头往后仰 身体不动 1 2 3 4 5 5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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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回复原状 好 来 同学 接下来第二个头部运动 来 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头部运动就是往右倾跟往左倾 这样子 同学 身体不动 往右下倾是这样的 1 2 3 4 5 过后再往左下倾 身体不动 1 2 3 4 5 第二个头往右下倾 身体不动 1 2 3 4 5 再往左下倾 身体不动 1 2 3 4 5 第三个头往右下倾 身体不动 1 2 3 4 5 最后一边往左下倾 身体不动 1 2 3 4 5 回复原状 好 来 同学 我们再看看 第三个 就是呢 头往右后转 再往左后转 好 同学 这样子 同学 右边这边 同学 往右后转 身体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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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左后转 身体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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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第二边 头往右后转 身体不动 1 2 3 4 5 最后一边 头往右后转 身体不动 1 2 3 4 5 再往左后转 身体不动 再往左后转 1 2 3 4 5 回复原状 OK好 好 来 同学呢 最后一个呢 是什么我们看一看 那就是呢 这一边 就是顺时钟跟逆时钟转 过呢 再逆时钟到回转 360度 可以把眼睛睁开 接下来第二边 再转360度 换边 再转360度 最后一次 再转36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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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完了就结束了 回复原状 好 同学 你会感觉你想弄不弄膝盖 你可以肩膀稍微往前 三边 再往后三边 三 所以感觉 你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肩膀 都不会 所以感觉 好像有放松很舒服的 把手举起来 有谁觉得蛮舒服放松 OK好 同学 你有举手放松是 你有可能你上班的时候 你有蹦紧到你肩膀 好 因为今天拜三 你可能下班 你有蹦紧到 所以同学 就是你平时上班 也可以多做这个运动 让自己放松 好 同学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就到全身按摩 好 同学 这个全身按摩基本上 是在静坐完毕 才进行 同学 这个按摩本身 基本上 我们会跑经络 因为师父 这里的佛法 有参到经络跟chakra 我们会跑经络 不过更仔细的经络 会在拜我的时候 才教 我们其实按摩运动 跟经络一起跑的 那么这个按摩运动 同学 大体上最重要 还是在腹部的按摩 因为尤其是一些人 对能量敏感的 他在静坐 他感觉能量身体 跑动 通常身体 是在你的单点那边 是你点火把它点起来的 在哪里 同学 请你找出你的肚脐下面 手按着部位那边 这个部位啊 就是点火的地方 这个尤其是密中 和稻椒 非常重视这个胖 所以我们会进行按摩 然后全身的摩擦 其实是充塑我们身体的经络 那么这个按摩 让身心会觉得舒适 好了我们开始先示范 同学 双手摩擦 有热的感觉 拐拐 拐指头按摩眼尖 洗脸 洗头 洗颈部 两手交叉 两手交叉 按摩肩膀 手背 手掌 再两手摩擦 拐一拐 两个手掌 按摩 按着腹部 顺时钟转五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再逆时钟转五次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好同学过后呢 两个手 放过去后面 先打横摩擦 再打直摩擦 好同学开始先打横摩擦 大大力摩擦 这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肾书 在中医的立场 肾的部位是在这里的 摩擦到手 大概发软了 就打直摩擦 打直摩擦 那你平时自己的话 你可以先开衣服 直接摩擦 这个部位保持温热 在健康上是很大的帮助的 OK 大概是这样 那么有一些人摩擦完 会感觉好像整个腰不见掉 这样 这是一种保健功能 好 那么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就到大腿的部分 来同学 我们的腿 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的腿基本上是不满着经络的 那么呢 前后左右都会有经络 来看一下 因此是我们会前后左右都会进行摩擦我们的大腿 来我们看一下同学 看一下 那么呢 我们先暂时不很标准的跟着经络跑 原因是因为在拜五的课才会更仔细的谈 好 来同学看一下 这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圣经 看到吗 在脚侧旁边那一边的 然后呢 过后同学再看一下 这一个呢 是我们的胃经 同学胃经啊 是在脚的正前方那边 跑着过的 然后接着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同学 这个呢 是胆经 胆经是在我们 就是 腿 旁边 那边 側边过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同学 我们还有就是肝经 同学肝经是内侧 看到吗 跑内侧过的 这个是我们的肝经 然后呢 同学再看一下 这个呢 是我们的脚经 这个脚经啊 也是在大腿内侧过的 然后呢 过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同学 就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跟大腿有关的 好 来同学看一下哦 所以呢同学 这是我们的大腿 看到吗 首先 我们先摩擦前方 前后摩擦前方大腿 OK 好 过后呢 外侧大腿进行摩擦 这个是静坐晚必要进行的 过后呢 大腿内侧进行摩擦 同学 内侧进行摩擦 过后呢 在 额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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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就开始进行弃子做法了 来我们开始教大家开始禅修的方法 来同学我们看一下 好来看一看同学 弃子做法 首先第一个是盘腿 第一个介绍的是双盘 这个双盘同学就是这样子 一个脚跨在一个大腿 另外一个脚跨在另外一个大腿 不过我看还是算了吧 这边都是中老年人 我看一放上去就 所以先不用 不过其实也不用太绝望 大体上我们同学你有练气功 其实二弟有叫气功 只要你住在雪龙区的进座入门结束就练气功 气功会帮帮你盘双盘 这边住雪龙的可以把手举起来吗 住在雪龙的 慧贤 中荣燕地跟正强 还有赛云 还有秀平 你们就有可能可以接下来练气功 那么气功帮就可以双盘 那么双盘不恐怖 能好不能也没有关系 好 那么这个盘腿除了这个双盘以外是 还有别的你比较可以做得来的 来同学先看这个单盘 单盘就是把一个腿放在另外一个大腿骨上 另外一个大腿上面就是单盘 来同学请你示范单盘 过来把camera照向你的大腿 师傅帮你看对不对 来同学尝试进行 OK好 OK 舒凡正确 舒凡 镇墙正确 OK 森凯正确 文峰正确 OK好 OK 陈阳正确 OK 纵容正确 纵容可以再可能上不到 这样也是正确 思语有点蒙了 思语 好 修平 修平这个是双盘来的 修平有盘单盘 来慧弦 慧弦是不是上不到 上不到没有关系 晒云正确 OK 尾松还没有看到 OK 思语正确 不过思语camera有点蒙 好 来 再看一下 好 大家都OK了吗 是吗 好 那就成了 来 同学 这个就是所谓的单盘 好 第一个方法 过后你还有别的选择 同学就是扇盘 扇盘是两脚交叉 同学扇盘是两脚交叉 然后你可以碰到你的脚跟脚之间 来 请进行扇盘两脚交叉 来 我看一看 OK 两脚交叉 同学你盘腿顺便留意看看你的气概到不到地 你留意就好了 OK 中荣正确 OK 文风也正确 OK 好 升凯正确 三盘 晒云正确 陈阳你的很蒙 看不到 OK 秀平正确 慧贤的正确 慧贤是散盘 书凡的正确 OK OK 正强也正确 OK OK 尾松的有点蒙 我说 你的不是散盘来的 OK 陈阳不太看得到 你的蛮蒙下 陈阳 OK 施语也是有点蒙 不过大概是正确看得出来 OK 好 大概是这样 慧贤的散盘是蛮标准的 同学有些你气概不到地 因为牵涉到你的盘骨 你的肥胖 你的大腿 全部会牵涉在里面 大体上两个气概可以坐地 是比较稳的 这样子 好 同学 这个散盘之后是 还有别的做法来 同学还有这个做法 试试看 就是这一个 同学看看右边这个叫既想式 既想式同学是那个脚 放在那个缝隙上面那边 同学请你试试看 既想式把你的大腿 放在缝隙上面 来有请试试看 OK 好 会想好像很困难对不对 看得出 文风不对 文风 你这个是单盘来的 文风 你看看那个荧幕 放在缝隙上面才对的 缝隙上面就是既想式 同学 再试试看 OK 文风正确了 OK 圣凯正确了 OK 慧贤也正确 OK 绣品也正确 OK 伟松看不到 OK 陈阳正确了 陈阳看到了啦 陈阳正确 OK 诗语也正确有点萌 OK OK 赛云也正确 OK 正强也正确 OK 好 行 伟松正确 伟松看到了啦 OK 好 好 所以大体上啊同学的 这个技巧是蛮适合 因为很多人的两个气概啊 你有碰到地上 那碰不到的话 过后啊 我们需要用工具 还有加上啊 腰部那边来完成 好 同学 如果你脚受伤的话 你可以就是这个有疑似 同学啊 如果你现在坐在凳子上面 你可以尝试有疑似 同学有疑似的诀窃就是 不要把整个壁骨做到完 做三分二 然后你的腰啊 自动会停止的 了解吗 你坐在捕团上面 跟坐在凳子上面 不要做到完它 过后呢 你不做完 腰椎自然会停止 这边谁有捕团的吗 同学这边有谁有捕团吗 可以show师傅一下吗 看到吗 这个最理想的捕团是打痕的 打痕你坐上去啊 它会帮你顶你的腰 对于刚刚谁打坐是需要 谁有捕团的举手一下 捕团 给我看一下 是这样标准的吗 有打痕的吗 不打痕的 不打痕的 OK好 OK 同学过后你们自己可以上网去订购普段 这个啊 这个 这个可以 不过你就是不要把它做完它 纵容 就做给它三分二 你的腰椎自然会停止的 不要整个壁骨坐在上面 这个 有打痕吗 有啊 对不对 有痕了 有痕 OK 有痕 漂亮 这个重要 因为啊同学啊我们的弹腿不需要配合普团 因为普团撑我们的腰过后啊你选了一个姿势 你的器械两边坐在地上的不然的话你可以塞东西塞给他做两个器械都到地你就比较稳定了 同学可以明白吗我过后啊我会放了菩提书局啊 得那个address给大家你们可以打电话去跟他邮购跟他说啊我是二弟啊 进座入门第44期的同学他会给你discount 这样子哦 所以呢你可以是不要动呃你自己找也可以哦 好 好来同学看一下这个呢就是属于啊 好 所谓的既想师 除了既想师同学 还有个欢喜师 同学欢喜师是两脚交叉 但是气概不碰到气概的 呃脚不碰到脚的 同学请你试试看啊 因为啊你散盘的脚不碰到脚啊 他就不会有疼痛来 同学你试试看散盘但是脚跟脚不要碰到 有些人办得到有些人办不到 OK会显你的两个脚还是有碰到 可以不可以但他不碰到 好文峰正确啊文峰都没有碰到 脚跟脚没碰到 深凯正确 OK 陈阳正确 OK 赛云看不到 OK 舒凡正确 OK好 OK会显正确 OK好 同学OK 中容验滴 验滴正确 OK好 对 施语正确 OK好 OK 好 伟峰没有看到 正强没有看到 来看一下 OK OK 正强看到了 正确 好 OK 好 伟峰看到了 看到了 OK好 伟峰你的盘都有点勉强了 所以同学 现在啊 请你寻找一个 你最最最适合你的知识 记得啊 赛云不要整个屁股做到完枕头啊做一半就好了啊 然后腰才会停止的啊对你做一半啊折高一点点然后呢你两个气概就可以倒地选个方法来 同学选一个你喜欢的啊 赛云这个可以两个气概倒地吗 可以都啊对 赛云你这个是好方法 两个气概倒地就稳了 其他人选好了没有 然后让师傅看一下 会写你的不错 你两个气概倒地 OK 中容很好 啊 这个很不错中容 中容有没有用普团啊 OK 文峰也OK 两个气概都倒地 因为啊同学你瘦啊 两个气概容易倒地 OK 陈阳OK 你两个气概倒地 陈阳你是选散弹的 就是说不要脚蹦脚的方法很好 OK 绣平也是成也是成功找到了方法 OK 胜凯也成功找到了 OK 基本上两个气概倒地就是the best method来的 OK 私语也正确 OK 已经找到了 OK 尾松你有找到吗 哪一个方法 你两个气概都平在地上的有吗 尾松 没有的话你可以找东西来塞 来同学看一下 你们看一下 像这一个啊 单盘看到吗 他有塞这个普团了 啊 就让你两个气概左地 这样子 好 同学完毕 接着下来盘腿完了 接下来就背具树脂了 同学背具树脂是如何的呢 来同学你试试看摸一摸你的腰 它是稍微略完的 同学你摸一摸 这个呢 最理想就是坐在普团上面 哦 然后呢 你摸一摸你的腰稍微略弯 这个就是背具树脂 同学背具树脂很重要 因为能量才可以在你的腰椎进行跑动 OK 接着下来再往下看 那就是手戒 法戒定印 同学你有两个印可以选择 第一个呢 法戒定印 左手在下右手在上 或者哪一个都没有问题 拇指碰到拇指 来试试看 接印给师傅看一看 来试试看 OK 胜楷正确 OK 舒凡正确 慧弦正确 呈阳正确 思雨 思雨 拇指要碰到拇指 OK 好 来 中荣正确 OK OK 赛云 拇指碰到拇指 来 正强也正确 尾松也正确 OK 绣品也正确 拇指碰到拇指 同学这个方法 好处就是 你打瞌睡 优势成修啊 你会以为自己路定 其实睡着了 那么你睡着的话 拇指跟拇指会开的 啊 所以呢 你可以 就check得到自己 到底有没有打瞌睡了 这样子 好 除了这个方法 还有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呢 来同学是这一个 就是指锁印 来同学看一下 就是啊 拇指跟食指碰到的 然后两个手啊 就放在器盖上面 掌心像 天花板 来同学试试看 指锁印 能量会跑过你的手指 会不会来 嗯 对 放在器盖上面 OK 赛云正确 OK 思雨正确 OK 深楷正确 OK 陈阳 啊 之前没有看到你的手 哦 OK 文风正确 OK 嗯 中容正确 中容 要这样子中容 啊要这样啊 要开明显啊 放在器盖上面 好 然后啊 再看一下 灰显正确 来陈阳 看一看陈阳啊 你的手 OK哦 啊 OK啊 陈阳正确 舒缓 舒缓正确 OK哦 尾松呢 啊 正确 可以了 所以OK 修品正确 所以同学你要选一个 你可以换 尤其是坐得久的时候 你可以更换 好 来同学 在接下来就放松双肩 那么呢 就是两个肩板 不用力 就是放松 过呢 是舌顶上额 来同学 看一下舌顶上额 同学啊 就是啊 曾经有一些人啊 他舌顶上额啊 他就可以感受到 整个身体不见掉了 不过是个因人而异 不过我们都会试试看 舌顶上额 因为他的唾液流下来啊 就像个杆路这样 同学看到吗呢 舌顶上额就是这样的了 你可以试试看 舌头顶在额头上面 这个我检查不到 舌头顶上面 你试试看 顶着 如果你觉得很不舒服的话 你可以暂时不顶 不过你残屈到某一个好的状态 它舌头 自然会往上顶 因为它才可以跑得到一个小周点的 好 这个就检查不到啦 这个就到这一边 好 过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闭口 同学啊 记得闭口 那么呢 同学 如果你残屈的时候啊 突然很多口水流下来 请问 怎么办 OK 收缓怎么办 很多口水流下来 怎么办 开麦 开麦 啊 口水流下来 嗯 很多口水啊 舌顶上了怎么办 给它住了就好了 没有啊 就吞下去了 不会 我跟你们讲啊 你千万不要打坐坐流口水啊 我会拍你的照片上Facebook 因为全世界没有人一边打坐 一边流口水的 知道吗 我会盯着你啊 小心啊 同学啊 大体上你一打坐出现 哇 流很多口水 你吞下去 全都甜哦 你的境界不错 因为这是个治疗很好的感度来的 同学你可能上网早就看过 不过它要打坐到某一个状态才出现 还有就是同学你不要靠背 因为啊 打坐啊 当你的能量啊 顶着你的腰椎自动停止 不需要靠谱团 这是一个里程碑 通常你的病会减少 有个能量可以跑动全身 所以同学记得 除非有病 不要靠背 尽量不靠背 所以为什么禅修 我们选择要坐着 就是要让这个mechanism 可以产生得到 它有原因的 好 同学就完了了 那么当我们完毕之后 接着下来 整个身体准备 好了 接着下来 同学我们开始示范 同学请盘腿 OK 腰椎停止 我们开始进行气质做法 同学 结一个印 请你选择法界定印或指索印 过了眼睛关起来 舍顶上耳 不用力 不用力 就是放松 放松就是不用力 首先放松你的额头 放松你的脸部 放松你的肩膀 放松你的腹部 背部 背部 腰部 大腿 小腿 脚板 脚掌 没放松的地方 完全放松它 好 同学可以把眼睛睁开 OK 刚刚把你们拍照了 你们全部很像蚕食 外表看来已经很滚了 不过 现在我们要控制你的心 你的心像猴子 所以我们会用绳子来绑你的猴子 我们会用什么 用你的呼吸 所以同学 我们接着下来会拔取所缘 我们会用的方法是叫做安波念 来同学先看一看 首先就是同学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呼吸的 同学看一下 这个箭头 大体上基本上来讲 就是你的呼吸 红色的箭头 蓝色是你的皮肤 跟呼吸摩擦的感觉来的 来同学 请先示范一下 请你用手 请你吹吹你的手 啊 对 同学 这就是那个风 吹皮肤的感觉 这个感觉会在哪里出现 会在你的人中出现 会在你的人中 或者是鼻孔周围出现 所以呢 我们呼吸 录 同学看一下 同学我们呼吸会录 然后呼吸会出 那么呢 呼吸跟录跟处啊 会同时摩擦到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小点 也可能是大地方 来同学 请把它找出来 同学你把眼睛关起来 注意力就放在你的人中的部位 当呼吸 当呼吸露出 同时摩擦的地方 那个地方出来了之后 那个地方出来了之后 你可以Zoom 举手了 成功找到了 这个接触点 不用手的 OK 正强一位找到了 正强一位找到了 文风找到了 请你Zoom举手 OK 正强一位找到了 OK 正强一位找到了 苏凡不用手的 一定要用你的人中 好 圣凯找到了 三位找到了 他可以在鼻孔的周围都可以 好 塞云找到了 塞云请你Zoom举手一下 Zoom举手 塞云 Zoom举手 思雨也找到了 OK 好 塞云 秀平也找到了 OK 好 好 正强找到了 剩下慧弦跟中荣啊 OK 中荣找到了 慧弦就找到吗 慧弦坐比较远 没有找到啊 慧弦 OK 好 先不要放手 先剩下慧弦罢了 同学 如果你找到啊 没有找到 你大力呼吸 你看这样 啊 那个点 那个摩擦范围就会出来了的了 来 慧弦你试试看 大力呼吸 或者素翻 你没有找到大力呼吸 心事 那个地方会出来了 东学这局 你一定要对哦 这个地方不对 后面就会错了 的 OK 苏凡就找到了 苏凡有吗 有对不对 OK 好 OK ok 连 security 弄出来了 会嫌 大大力呼吸 BT好出来了 OK 没关系 OK 好 有时候你的风扇太大会把它吹掉的 所以尽量不要让风扇太大 风扇不要直接吹你的脸 因为它干扰你的专注呼吸 不用手的 危险不用手的 OK 好 没有关系 来 没关系 我们先接下一步 来同学看一下 接着下来同学 当你找到了接触范围是 它可以是一个点 可以是一个大范围来的 随的是一个小点的 把手举起 小点来的 把手举起来 小点 OK 尘阳 书凡 中荣 申凯 小点 好 可以放手 随是个大范围的 举手一下 大范围 好 可以好 燕地 尾松 OK 私宇 温 还有吗 OK 好 OK 好 秀平 尾松 好 可以把手放下 OK 谁没有举手的 因为接触点一没有找到 后面就跟着错了 谁没有找到接触点的 会显还没找到 文峰 文峰 你是大还是小范围 OK 秀平可以放手 小范围 OK 好 一定要确保每个人都要对 这个地方不对 后面就跟着错了的了 好 没关系 秀平还在hold着先 接着下来你要做一件事情 同学是这样的 请你把注意力放在你的接触范围那边 然后看着呼吸 露出 露出 同学 过去不想 未来不想 只管当下 不要跟着呼吸跑到身体 外面也不要在里面 你就在那个接触点那边 看着呼吸 露出 露出 这样子 明白吗 好 同学 先可以开始了 来 继续做法 同学 盘腿 腰椎停止 眼睛关起来 稍微放松 注意力放在你的接触点 看着呼吸 露出 露出 过去不想 未来不想 只管当下 两分钟过后 叫你 儿小晓得 算订了 什么事 做过来 小晓得 打电话 嗨 嗨 是 百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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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心 好明白了 大家可以把手放下 所以我们这边没有最糟糕的 有一半一半和很理想的 好同学 我们现在就换个新的方法 看看有没有更理想的 来同学看一看 好 接下来就是 稍微盘腿 做指 注意力放在你的接触点 入触 开始熟悉了 直到教你为止 开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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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记不记得 试试看 看记不记得 那么呢 这些全部讲义是有的 不过我们在下一堂的时候 会每一个字都会带大家 读过 又再重新做一次 确保 确保 确保你会完全正确 现在你大概大概做一做 看你的印象到哪里 好多数据 你有两个选拨 你有两个选拨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属国系 一个是不属 你要选一个你刚刚感觉最理想的 最喜欢的 就是比较留意的 那么你觉得好像哪一个都可以的话 你选定一个堂 因为我要你选定一个方法 过后记得下来 你会继续用功到结束为止了 然后呢 我们在中间 第六第七堂 会把过后的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的步骤 全部 把你 会交完给你 试到的 好 同学 谁喜欢属的 请你中举手 你觉得属 比较记忠的 请你中举手 有没有人 OK 文风一位 会显两位 OK 不要放手啊 两位喜欢属 谁喜欢不属的 请你中举手 喜欢不属的 可以撑阳 中举手 正强 请你中举手 OK 都不属 OK 尾松 正强 好可以了 好同学 大家可以把手放下了 OK 你们已经找到了你们的方法了了 所以这段期间可以尝试 就用这个关呼吸的方法 同学 如果你是初学啊 早晚各一遍 早上起来 洗溯之后 早餐之前 做他大概十分钟这样 然后呢 晚上睡觉之前 做给他十分钟 好 我们要结束 就回向了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啊 会显开卖 什么问题 刚才你叫我们找那个位置点 我找不到在忍住 可是我吸的时候 我感觉到 鼻孔里面 对吗 可以 里面不对 不可以 一定要在鼻孔的外围才对 所以呢 你要再继续把它找出来 大力 把它找出来 OK好 因为呢 你找不到这个接触点的话 你的定培养不到的 不过你不单 你只有会先你先试一试 不行的话可以换方法 明白吗 好 再试试看 WhatsApp可以跟师傅联系 有什么问题之类 正强 什么问题 请讲 开卖 OK 师傅我想请问一下 在我们呼吸的时候 我们要进出的时候 我们是用那种感觉 那个空气进跟处 还是我们要去关那个气 它进出 不管想 你要注意是什么 正强 你去吹你的皮肤 来 正强 你吹你的皮肤 这个感觉 会在你这边出现的 你要 你要 以这个感觉来 build up你的知觉 你的正念 明白吗 OK OK 还有没有 别的问题 没有 没有 好 那接着下来 就请燕蒂做班长 那么结束的时候 班长护班 同学 对师傅三礼敬 怎么礼敬 大家合掌 OK好 礼敬方式 先放上去额头 OK好 好 没心轮 再放去喉轮 同学 再放去心轮 这样子 就是对师傅三礼敬了 来 燕蒂胡班 感恩师傅的慈悲教导 我们向师傅来一个三礼敬 OK 我录了回响 先回响 同学 合掌 开麦 OK好 请开麦 愿此功德 愿此功德 众善梗 众善梗 累世渊亲 累世渊亲 同战恩 同战恩 有失解脱 有失解脱 诸苦恼 共振菩提 共振菩提 度有情 好 请燕帝胡班 我们感恩师傅 给慈悲教导 来 我们给师傅三礼敬 三礼敬 四礼敬 三礼敬 好 各位晚安 拜拜 拜拜